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行 或者左脚略微向前 为了照顾阵手 动作呢 放在腹前 引拍 然后挥拍机球 向前上挥拍机球 手腕略微去稍微发点力 我们看见这个机球的位置是在你的腹前 由后向前 偏右挥出 这是一个反手的拨球动作 常常出现的问题呢 这个在业余爱好者中非常常见 这个反手拨球 第一个我们看 是这个动作 那么就说呢 把肘提的太高 拿前辈去做 这个原因第一呢 是重心太高 站得特别直 你要是像正常这样做呢 这球会打到肚子上 漏了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做下沉 下沉以后呢 自然肘就放到上面了 那么就成了这个动作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一 你要把重心降下去 这样你才能把手抬起来 而不产生漏球 然后产生这个比较的自然动作 这是第一个问题 抬轴 重心高 第二个问题呢 在反手拨球的时候呢 手腕用的过多 过多用手腕看 这个很危险 如果在这碰球就可能出界 如果在这碰球呢 可以从侧面出界 也可能下网 光用手腕 另外呢 也不好发力 也不好发力 因为手腕的量是有限的 我们说这个还要退回来 按照刚才正规的来做 这是第二种常见的情况 第三种呢 横拍 还有一个这个情况 大家看 尤其初学者 他会拍方向有问题 他拿了拍子以后 他向左侧走 这样画弧 画弧 那么像这个 这种情况呢 他发力很难受 很难受 那我们说他一定 引拍 他这个问题主要出现的 引拍呢 是从自己的右侧走 球来了以后呢 他为了找球 向左侧走 然后再往他 把他弄过去 向左侧走碰着了 再稍微回来一点 所以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说他引拍应该 面对着他 直接 引到你的腹前 直来直去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这样 直来直去 直来直去 而且这种人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他可能会右脚在前 刚才我说的 他会这样 他往往会这样 右脚在前 这样 他身体的侧面对着他 然后这样打 我们说他脚要回来 面对着球 面对着球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横排 我们说在反手拨球呢 第三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手腕翘 就这个问题 手腕翘呢 危害很大 以后拉球是个问题 以后拉球是个问题 你看这样 以后要咋拉 手腕的力量用不上 翘 翘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肘关节 往下放太多 往下放太多 把肘关节 提起来 提起来 就可以 你看从这 提到这 就成 很自然的了 很自然的 把肘关节放在你的体侧 肩关节这段要松开 打开 不是贴住的 打开 这种动作呢 往往受什么影响呢 受直拍推挡的影响 他过去比如拿直拍这样推 那么拿了横拍呢 也是这样 他可能会受这影响 然后提起来 这是要注意的第四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常见情况呢 就是反手波球呢 在体侧波 在体侧 那么这种波球呢 你感到很别扭 用不上力气 而且呢 命中率很低 你也感到很害怕 那么离开身体 也就盯不住球 这个呢 会说什么呢 就是有些人 拿直拍打反手攻 想反手吧 大概和反手攻差不多 举一反三了 举到这来就这个 就这样打 包括反手花里打 也是这样打 那我们说一定要回来 让他腹部对着球 来打 而不要这样打 回来这样打 那么这是横拍的反手波球呢 常见的问题和纠正的方法 那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下直拍 直拍推挡 直拍推挡 站位和横拍一样 左脚略一偏前 或者平行 和横拍不一样 横拍呢 我们说肘关节要稍微打开一点 提起来一点 那做反手 直拍呢 则是把肘关节要基本上贴住 贴在自己的内侧 不能提起来 贴在内侧 要点是最重要 因为直拍呢 压不住拍 压不住拍 压不住拍呢 就是你要用食指扣住 拇指放松 后面这个手呢 我们是用第二个关节顶着拍子 第二个关节 弓球呢 是指尖顶着拍子 指尖顶着拍子 那么推挡呢 这样 转过来推是这样 是用第二个指关节顶着拍子 才能把拍子压住 大家看 才能压住 然后呢 由后下 向前上 这就是推挡 推挡常见的问题啊 第一个呢 我们说是提肘 你看像这样 这个提肘问题和横盘一样 重心太高 腿不弯 为了在合适的位置能打了球 那么只能把手往下放 一放 肘腕就提起来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说这个呢 重心下来 手提起来 你看 我们来 你看 这是重心太高 这样 我们重心 让下来点 手提起来 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这是第一个推挡 第二呢 就是压不住拍 压不住拍 那么压不住拍会是怎样呢 你看这样 压不住拍 拍子后一样 要么就推 要么就推出下旋 要么就推出下旋 使劲压 就这样 这个问题刚才我们涉及到了 就说一个是呢 它没有食指压拍 是拇指压拍 是这样的 第二呢 它在后面的指头呢 还是用指尖部分来顶着拍子 和这手弓动的一样 所以压不住 它得转过来 用第二个指关节来顶着拍子 把拍子压住 来解决问题 那么是这样的 我们来转 后面转 转转转 我们可以转到这 那么这是推档 解决的 解决这个压不住拍的问题 压不住拍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手腕 就手腕过多 就靠手腕去推 手腕去推 那么这个是开始什么呢 就是不敢发力 想拿手腕控制球 所以就老做这动作 把这去固定住了 是这样 那么这个动作你要退回来 来做完整动作 对吧 把它用前背 用肩 走关节 带动手腕 去推 而不是这样 要收回来 所以这个要注意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在推档过程中 有时候经常会出现 那个击球时机 击球时机 接不上力的感觉 就是发不上力 节奏找不好 节奏找不好 和练习的次数少有关 推档一定要在上升期 除于上升期就推 借它的力 借它的力 把节奏找好 如果你偏晚 球打拍 节奏找不好 你就会感到用不上力 就是这个 就这样的 你看它已经创你拍了 是不是 就很困难 这就是那个直拍 在推档过程中 常常出现的问题 和纠正的方法 那么最后一个 我们讲一下 还是推波问题 是推波弧拳球 第一种是推波弧拳球的上拳 第二种是推波弧拳球的下拳 这个问题 对于乒乓球意外爱好者很重要 因为一打比赛 总要被对方进攻 那么一旦下拳转远上拳 拉过来的时候 常常防不住球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说在这里呢 作为控制性技术的推波 怎么去推和波弧圈球 我们做一下演示 先讲横拍 那么横拍波弧圈呢 我们说和波球动作的大体相同 只是由于对方拉过的是弧圈球 有一定的上拳 我们可以不做很好的那个弧线 我们主要是借对方的摩擦 借对方的上拳 把球打过去就可以 开始可以轻一点 我们看一下 借力 手位置不要太低 手可以位置根据来球情况 来球高弧线 我们就拿高 在球的上升期 到高点前期 向前 那么我们看到了 一个是在高点前期 去碰它一下 接力打力 就可以把它打过去 这个就是防它的弧圈球 上拳连续拉的那个动作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常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呢 摩擦过多 这样 这个情况我们就是不要向上摩擦太多 主要是向前 来看纠正的办法 这个很简单 往前 往前 这样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 是击球时间偏晚 也会出击 偏晚 球打拍 球冲了 球打拍 那么你就要稍微往前 击球时间可以向前一点 对吧 早一点 迎上去 迎上去 这是第二个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解决的办法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过于紧张 就很一拉 你就害怕 虽然过得去 但这球质量都很差 你就害怕 不敢动 过得去 但是没有质量 这时候在练习中 你不要害怕 你还是把动作做完整 做完整 把动作做完整 往前 你不要怕 把它做完整 慢慢就会适应的 慢慢就会适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 压拍压的过头了 害怕出界 一拉 就要拍子摁死了 一拉 就害怕出界 对旋转的那个敏感太强了 对上限 一压压死 这个时候你就稍微抬起来点 把拍子抬起来点 这是第四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击球点 太前 撅着屁股 就只有点太前 伸着胳膊去够它 这个呢 虽然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太多的失误 但是呢 它会 没有威胁 太转 那么应该再回来点 让球封静身体一些 看 让它静身体一些 不要再太前 对吧 这是横拍的防护拳 上旋 那么还要看防下旋 防下旋的时候 这个旋转非常转 非常转 比上旋还要转 这时候你要考虑这个旋转问题 旋转问题 板子呢 一个触手要稍微高一点 触手要高一点 动作略微向前一些 如果开始紧张的话 你不要太发力 不要太发力 稍微轻点 先把它的感觉找好 对吧 先把它感觉找好 然后再加力 搓 就说如果你能听见 很清脆的球打拍的这种身影 证明你这个球 用反手拨球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证明你能打住这个球 再来看 像这个球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在下旋转上旋中 常常戳的问题呢 第一个是紧张 业余爱好者 第一个紧张 害怕 输手无策紧张 因为害怕出地 大概情况是这样 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拉 人又先站直 害怕 然后呢 一站直 就原来学习的动作 全部被破坏 产生新的 都自己不知道的动作 举下例子 咱们演示一下 紧张 就开始这样 那完了 就是过去 也是没威胁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保持身体的重心 适当 把手举起来 把手举起来 借他的力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就不要紧张 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击球时间非常重要 大家看 常常偏晚 偏晚 这基本就完蛋了 就失误了 对吧 对方拉起来以后 偏晚击球时间 往后退 边退边防 这个是个下策 因为你害怕 你就会往后退 往后退 击球时间就完 击球时间完 你就失去控制 就是必然的联系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你必须要咬牙 站住 站在 静台 不动 顶住 这样的话 可以克服 可以学会 正确的击球时机 第三呢 就是 防护拳过程中 由于你自己对旋转判断不清 你会瞬间改变主意 会出现手腕的多余动作 这是最可怕的 大家看 出现多余动作 你 你会 一下看 它很转啊 赶紧压拍 你不知道你压过头了 球会打不到拍子了 不要乱动手腕 一定要固定住 哪怕出界 你先看看 它能出多少 你要测一测它 测一测它 你不动都可以过去 你可以测一测它 对吧 你可以测测它 然后你心里有概念了 以后 你就控制好你的手腕的一个基本角度 这个呢 在 防下旋球的时候呢 我们说 主要是有这样的 这样几个问题和解决的方案 另外呢 我们说在防直线斜线的时候呢 下旋球呢 我们稍微讲一下 就是防直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板子撇一点 防 斜线我们很好防 它拉过来 我一挡就过去 怎么防直线 线路短 大家看一下 看见吗 稍微板子横一点 不是这样防直线 这样防是敲 难度比较大 我们可以稍微抹它一下 抹它一下 来防直线 这个威胁很大 看 你们看这球稍微有点侧旋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呢 这是很好的一个防守 让它拉 让它拉 我们去抹它一个直线 大家看 这个技术比较好 这个是我们在防下旋的时候 可以考虑这样线路的变化 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下直拍 用推挡来防护圈 先看防上旋 不要着急 放在府前和推挡一样 向前 借它的旋转 借裂打裂 人微微向前压 出手比推挡要高一点 这是上旋 我们再来看看下旋 那么在防上旋的时候也一样 手要高一点 借它的旋转 借它的旋转 在上升期的后期 向前上 向前略微下 压拍 推过去 在直拍防 弧弦的最大问题 我们前面讲 在推挡的时候 它压不住拍 这是最要命的问题 它会出界 这是最常见最常见 压不住拍 对吧 这个最常见 最常见最常见 大家再看 很悲惨这种情况 很悲惨 太多的情况是这样 刚才说过 是压拍问题 不解决压拍问题 这个问题没办法 唯一能够解决 如果它不改变压拍的技术 我们说 食指压拍 后面的第二个指关节 顶住拍子的话 它只能用这个办法解决 看 它想解决 它就得要另屁吸径 必须这样 但这个动作太慢了 用这个办法 太慢了 做完翻手 再打之后怎么打 人就开始晃啊晃啊 这是不可取的 必须学会用握拍的改变 来把拍子压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压好了 你看 我压好就等它 拍子都压好了 我再等着它 等好 看 等好 等好 看见没有 我等着它 来 那么这个是直拍 另外我们说 还可以直拍用反面 一样 它这个要求上前 这个跟上 这个跟那个 直拍很打的 反手 防弧圈 跟拨球是一样 很白 这一样 下圈看看 那么直拍很打也是一样 我们跟拿起来 把板型控制好 借它的力量 轻轻向前 一压 一压 就可以了 那么 在出现的问题上 和只横盘差不多 横盘差不多 我们说 不要太紧张 机会点 不要太前 保持适中 注意借力 注意借力 不要太紧张 注意往前压 这样的话 就可以解决好 直拍反面 横打技术中的防护圈 咱们再看一个